要不要 掉下去哦 那你下午别乱跑就在宿舍等着我一下班就和老张过来很快的 前两天和老张商量了一下约了个时间 今天下午一起去看一下小河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主要是天气太冷了给他买了点衣服今天一起刚好带过去 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也算是做个告别 这是给他准备的一些衣服还有袜子这是一些吃的 公里人呆了这么多年同龄人里面都没有朋友了朋友都像老张这个年龄断了四五十岁了 老张来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一输了 胖了 胖了 一挺咋两个腰了 从早上七点刚三百就开始给我发消息打电话打得就不清 我又问走哪了走哪了 让日色剑取卡 正在写卡 写卡成功 时间这就不去西山这下山最后一次见小河了 目标出现了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叔叔闹出来闹出来闹出来我给他扶你 发的看弄不弄 这个是咱的肯定来啊 给你戴了戴了衣服 来 喝不得 对啊这是袜子 这是保暖衣 就摔成这样了 你是个人参见 我早跟你说我说你买个壳子买个壳子你舍不得买 还给我手机还给我 不用 谢谢谢谢 这这两下都是吃的喝的 这两下都是吃的喝的吧 那还要走去宿舍里面 现在去小河的宿舍里面看一下 听说又有新宫又搬进去了 不知道里面现在怎么样 院子是真的冷啊 你看都结冰了 里面住人了 这是我买的 这都是你买的 嗯 买的这个有牛麦菜 红烧肉 你自己住这 铺的挺暖和的 铺了几床 这是一床吗 这是两床吗 啊 这个 加电影菜和这个就是三床 工友都是出去买饭吃的 现在我看基本都有锅灶 自己做饭了 捏的菜团 就一人一个锅自己做 上班的时候 干活的时候老板管饭 不上班不干活了老板不管饭自己做 肉啥时候炒鸭又没冰箱一直往这放着 这里面我放的盐嘛 放的盐呢 把它揉了一下 炸鸡也就不会秤嘛 这宿舍里面人一煮多我感觉还好了对吧 热闹了起码 再说也不冷了 人一多就不冷了 现在冬天越来越冷 下两天的时候 晚上太累了 你看 那么我昨天晚上还煮的米饭 没吃完 那不是辣肉 是 那是地下肉 我许你老子 坐里面美得很啊 烤好吧 多热闹 烤得烂肉 这颜色还挺好的 这是自己捡回来的 自己捡回来的 那个柯材货好的 因为我完全送的自己捡回来 本来今天也没干活 出去后见的人都 一到年里的活又难干了 活的时间太长了 走吧老长 走了 慢走慢走 干活注意安全 慢回家 回去 不回去了 回去 你忙阿姨忙 下次过来动排骨 哈哈哈 这些工友都很熟悉啊 都是四川的 也是之前在一个工地上干过 我走了小鹤 啊 下次什么时候过来 下次 这都最后一次见面了 还下次什么时候过来 那今年肯定不过来了 马上过年了 过年了 啊 要听工友说的 人家说啥就啥 不懂得 你问余议 这边就走下去 行行 走了 太火了 啊 走了 注意安全啊 上班 五分钟 毕竟晚上九点到达